JANさんと爆破いたしましたので 細全日本法院都能做出公正且合理的判断 皆様こんにちは 福原愛です 本日はお忙しい中 お集まりいただきまして 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この旅は私のことで 皆様にご心配やご迷惑をかけしてしまい 誠に大変申し訳なく思っております JANさんと爆破いたしましたので この場をお借りして 皆様にご報告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皆様には評価温かく見守って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今後と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最后我想再次感谢日本的法院及全体国民 谢谢你们 福原爱身穿黑色西装浅色上衣快散国际记者会发表简单声明 现身不到三分钟就离开 全程四度鞠躬 而张宏杰则是不客出席透过律师发声 关于我在日本的所有诉讼 事前日本法院都能做出公正且合理的判断 另外去年我在这里召开记者会之后 得到非常多支持的声音 这真的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官司从家事闹到提告刑事 去年法院对福原爱提出强制执行 但他人到大陆工作回国就有被抓的风险 同时提出抗告但法院不成立 双方一路上诉到最高法院 就连扶冤爱律师也建议他调整心态 直言行为不适当 最后依照南方主张和解 缠斗两年八个月的对战终于落幕 日媒也提到当地家事法院官司通常女方胜诉 这次结果罕见 如今福原爱也回到日本 强调会说到做到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进度喔就是 准备好的话希望可以 我希望可以快一点 哦 没有啦 没有啦 这么久的新闻 没有啦我已经搬家了 我有去过 有去过有去过 没有去过 没去过 怕被拍喔 因为那一间那一间房子只要 不要产太死了 好 OK 今天就就就就来一句了嘛 就不问这个不回答这个了啦 进度喔 什么差点就是 就是呃 反正有什么时候谁没 你们一定都会知道的 你们就是不知道的问题啊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没有 还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人 还有人到春节的道理 额 额 准备好的话希望可以 我希望可以快一点 哦 哦 新工作就是 什么不排斥任何事情啊 什么都可以尝试 对啊 新工作就是 能出的 期待一下 可以期待一下 哪一方面的 哪一方面的喔 都 都 有十句啊 节目还是什么 希望都会有 欸我不知道欸 对啊 对 我不知道 现在你被焊掉了吗 哈哈 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 大动作非日公开 和福渊爱官司纠纷 標示日本法院向福渊爱下达保全命令 两人案件也有新进度 台日律师到场其中日本王牌律师大圆爱子向日媒透露7月21号申请强制执行后东京法院于8月2号认可指示福渊爱不甩前夫日媒先后直击人在新加坡旅游泡在空中泳池也有传言他计划移居新加坡 大圆结先生已经向法院申请保全命令成功了 也成功说服法院呢 必须透过直接强执行的方式 但整件事情有个最大的前提 就是必须要先让法院知道福渊爱小姐目前的居住地在哪里 否则呢未来就算申请成功后呢 其实在执行上还是有一定的难处 强制执行分间接直接两阶段 间接强制透过每日罚款催促 对方若不配合才强制执行 大圆爱子就说两人案子诸多因素导致间接强制旅行可能性很低 因此请求强制执行 我还没睡醒的时候 他一般都会咬我鼻子 身陷风暴福渊爱最近也被拍到现宗日本 模样憔悴面对记者提问他鞠躬后 说不好意思劳烦大家 更坦言无法说什么祈求一切平安 倘若福渊爱牵扯行案再拒绝配合判决 法院则会再下国际通缉令 这场面恐怕只会闹得更难看 TVBS新闻上面在红亭台报道 7月20号我收到了日本法院的裁判的结果 我想表达真的很感谢日本法院的裁判 嘉宏接上周大动作到日本召开国际记者会 控诉福渊爱恶意断练要求对方配合法院判决 福渊爱如今在反击 洋洋沙沙三千字透过律师发日文声明 怒轰南方利用媒体攻击 这突袭式记者会福渊爱方事前并不知情 先谢谢大家 对然后因为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坚持了非常非常久 福渊爱透过律师也控诉遭公开提到工作职务 像是世界桌球大联盟日本区总经理等造成社会性死亡侵犯人权 也认为对方引用去年八月福岡地方法院判决批评是不同的事例 只是嘉宏接强调的明明是七月出炉的官司结果 他的日本律师大怨爱子就回应论点完全不相干 呼吁女方尊重法院裁决的保全命令 其他个别事项便如同记者会说的 福渊爱在离婚前被爆出不伦练 人气严重下滑这回双方在交锋日本网友几乎一面倒 直言小爱是错的看不懂他在做什么 江洪杰筹备跨国记者会透过台湾律师事务所 找到日本知名律师大怨爱子操盘至少花费三百万台币 还不算其他行程杂志不惜代价开展福渊爱 TV别子新闻年佑陈宏廷他报道 谢谢大家不持辛劳的来参加 在今年的7月20号 我收到了日本法院的裁判的结果 我想表达真的很感谢日本法院的裁判 西装笔挺献宣日本东京 艺人江洪杰大动作召开国际记者会 就是因为前妻服务院爱失联将近一年 不过会上江洪杰曝光在日本赢了官司 虽然日本法院已经做出了裁判 那我个人还是比较不希望就是用强制执行的方式 那我希望就是服务院小姐可以配合日本的法院的裁判 被解读成是江洪杰下了最后通牒 但被问是否会向服务院爱提出求偿 她回应希望和平解决 最后的事会再讨论更感谢大家支持 雨带哽咽 整场记者会还不时擦眼泪醒鼻涕 江洪杰的情绪或许一路以来帮忙的台湾律师最了解 而一旁的日本女律师则透露 事发到现在多次联络服务院爱都没有得到回应 更指出女方没有遵守离婚时该旅行的条件 与其都没配合甚至多次飞出国 这一直以来的行为其实是违法的 这回出面只盼服务院爱能够说清楚 这样明白 大家好 我是江洪杰 今天先跟大家抱歉一下自己私人的事情 然后让大家担心了 谢谢大家不时辛劳地来参加 然后也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那今天把大家聚集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想跟大家报告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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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游戏 导致 是法院要求福源爱小姐 我想表达真的很感谢日本法院的裁判 然后我也希望可以快点